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度众生 先度自己 自己是众生 众生这个名词 它的定义是众缘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就叫做众生 我们这一个人四大五运众缘活活而生的 所以这叫众生啊 佛用了很多巧妙的术语 目的无非是叫我们念念主 不要迷了 佛教团体里面 佛门的团体 称诸中 不称诸人 这个道场里面 诸多少中 而不说诸多少人 说诸多少人呢 增长我之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瘦者相 增长这个嘛 它不叫诸多少人 诸多少中 诸多少众缘活活现的假象 就这个意思 它叫你觉悟啊 这众缘活活的假象啊 不是真的啊 那荡体皆空啊 了不可得啊 它的名词属于的含义很深啊 这就是字字句句提起你观照的功夫 让你在境界里的不至于疑惑 所以我们一看到佛度众生 自己这个是众生 这个众生度了 才能度别的众生 这个众生度度不了啊 要度别的众生 没有这个道理 怎么讲也讲不通的 哪有迷人会度误人的那种道理 不可能的事情嘛 觉悟的人才能度迷惑的人嘛 迷惑的人怎么能度人啊 迷惑的人度迷人是越度越迷啊 越迷越生啊 那怎么行呢 下来 下来 老婆 下来 满 满 华